到下一套了,下一套就是毛客經常說出包超有趣 出包超有趣其實有什麼講理就沒什麼講的 因為某程度上今季連總觀都好過上一季 因為上一季你可以說他偏向漫畫原作的頭部份 因為他人物介紹都需要一段時間 始終始出的作品來出現的人物量通常都不少 如果圖拉夫說雙女主角,我不知道你們當不當,Lala女主角 另外再跟上一堆角色,即是妹妹,小艷,一大堆的人 或者跟班,學校不同的人 他需要用的面目一定會佔一堆 所以第一季對比來說,一定有些部分佔了這些部分 反而一些像樣或者比較好的文化的部分 就比較出的機會不多 但要回到第二季,因為有第一季的前提 他不需要做一些好人物介紹的事情 所以第二季選用的編排就是 兩至三個短篇,早十成為一集 然後每集都等於漫畫的一個章節 甚至短的話可能只是一個星期的劇情 所以感覺上就相似漫畫原作 圖拉夫給你的感覺 即是可以說是一個日常向的小品 或者是一種搞笑 或者是service類的東西 可以說是一個喜奇形式就會比較重 當然,如果你說最明顯的特別 或者個人留意到就是 他每一個部分,他的作畫監督都有時是不同的 所以造成有些問題就是 有時他的作畫部分 一些位置做得很好,一些位置又很崩 可能同一集出現了兩種情況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作畫監督突然間可能不同了 因為他每一個章節都可能是不同的人 所以就會有時有些作畫 大家拿捏的位置就會不好 這個就會產生到一個問題 可能說一集變,人的樣子會變幾次 或者是眼睛、面的闊度 有時會有些變化 這個問題就是第二季感覺上 作畫上沒有那麼統一 或者是有些位置的穿奔位 當然,我們這一期就回到DUD 位置的修正和補員 當然修正和補員就不止這些東西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東西可以看的 但如果你說說回來 除了為什麼可以說短片會好之外 其實某程度上 他都會偏向用一些人氣高的角色 例如古手邨、小艷、Mika 會用多一些有關的故事 反而你說一些不同的角色都出到的 例如說魔法世界、玩RPG等類的東西 其實很多角色都會出的 那些篇幅就不算是 漫畫別搬回來 第二季就不算多 很多時候都會偏向一些 單一角色發揮會那邊 其實美名已經看到 他編用的那幾個人氣高的女角 相關的發揮 那這個就可以說 第一季有些不同 因為第一季都可以說 硬是跑一條線去做日文介紹 之後 怎樣硬做一個原創的Ending 第二季就變成沒有這個問題 那當然,某程度上 第二季就有回到 漫畫最後原作修結的部分 但是重觀而言其實 A2 level這些圓圓都沒有所謂 因為他的性質而言 他都是一些很日常的搞笑 所以就沒有一個原業要性 難聽說他拍第三季都沒有人理會 那當然一個前例是 他有這麼少的漫畫藏量 那這個就讓我們持續老師的努力 但是如果說回OPED 其實我個人認為 OPED是比上一次好 因為第一樣 Cococco對於Style對得相一點 對比一下 電話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常常說 不理會說歌詞也好 Melody也好 整體而言 他都會像回OPED 會像回OPED 整體而言 給人的觀感 或者可以說他的性質方面 是挺活力向自己跳脫的 某程度上 都會說像Lala的定位 即是 挺活力 元氣 亦都會是 挺 少亂 可以說那種感覺 看回OPED OPED 其實挺對口味 同一道理 他出的角色 正常就是OPE出了 但是 他給了你整體而言的分鏡 或者出人物的表現 其實是挺好的 但是 這些方面 對比一下 一般一點 不算太特別 但是整體而言 Hurlfu來說 你如果是一個 漫畫原作 是愛好的人士 看回OPED 沒有什麼所謂的 如果你說沒有看過漫畫 那都是那一句 你讓他看漫畫 因為漫畫的作畫 應該一定是好一點的 很多位都會 黑畫的描寫會好一點的 不管你是人物的描寫 或者是沒有一些 特定 部份的身體描寫 都會是漫畫好一點的 但是 作為一個相識版而言 其實都是不錯的 因為 如果你真的看相識版的 除非你是 那些很貴的 所以 動畫品仍然有 他的可取之處 不過 總觀而言 他這種 分開 跟原作向 一集 分開三個小段 其實就 比較貼入 可以說 真正切合 這種 短故事向 日常版的 真正做法 很多時候 不需要真正 硬 給他一個 原創的結尾 已經是一個 最好的 做法 來的 了